我们在教材上面的选择 其实我们真的是想了非常久 然后在这个部分的话 尤其是要跟学生生活结合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 就是我们那时候又扣合了学习历程档案 他要的学习历程 那既然要学习历程 当初我们就在想 如果我是书情文 那书情文这个模组 他应该要去扣合学生的生活情境跟学习情境 所以我们当生活情境的结合之后 其实学生他们很有趣 他们在自己私下就有非常多的书情文歌单 所以当歌单的呈现的话 就像举例学生当时呢 我们在上《余光中的红竹》这一篇作品的时候 那学生那时候就提出说 老师其实有超多在讲爱情的 然后他们就随便的歌单就这样列出来 所以有很多可以跟他们生活结合的地方 那因此我们在选用教材的时候 我们就会先把学生的程度纳进去自己的考量 这是第一点 那再来第二点的事情就是 能够跟学生的生活结合 他们才有能够读下去 或者是用心钻研的动力 所以在学生他们的理解上面 我们就会一开始先选比较初阶型的 比较短文型的 所以我们才会选用了诗 那接下来诗上完之后 理解了所谓借务抒情的诠释寓意的教法 也就是理解那个方法之后 他们才有办法去继续用借务抒情去读长文 所以像刚刚我在上课的时候 他们就用了就是 因为我们就用了11月的白芒花 继续用借务抒情的方法去呈现 所以在第二个步骤的地方 就是老师们在选用教材 一定要理解就是不能把范围拉得太大 你要教的其中 就是教学生一个方法就好 并且把它反复使用就可以 所以像我的学生 他们就在这一次的课堂当中 他们就学会了怎么样去借务 间接抒情 所以他们现在自从学术情境里面 了解到说 我可以用 人家作者可以用11月的白芒花 去代表母爱 去了解到说 这些的爱的象征是什么 那我同时呢 我就会让学生去 像是橘格力 他们就会选择一个物件 然后用这个物件来说故事 所以像我的学生 他之前在写这个教 他在写这个作文的时候呢 他就选用了篮球 然后他的他的想法就是他用篮球 然后来写他过去的美好 所以就是在教材的选用上面是一定会有连贯性的 从诗到文这个是学术情境 那在从文之后我要怎么样去写一个短文写作 那从短文写作 我又要再怎么样去结合到国写 所以我们国写刚好就是用107年的学测用试卷的那个题目 清花词来写这样 那针对学习比较低落的孩子的话 其实我们这边非常强求的是用第一表格式的呈现 那表格式的呈现其实坊间有非常多种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简单呈现 首先教材的选用就是如果说我们用的是余光中的红竹的话 那我们就会把红竹两个字作为拆解 所以一开始我在上课的时候 因为我的学生是自然组的孩子 那他们呢就是我就直接把红竹两个字来做题目的检索 并且让他们做功能性的发散联想 然后跟就是就物理性的特质 然后以及它还有什么象征 那它有什么特色状态等等 先让学生做一个整理 那既然整理完之后 它就可以理解说原来红竹两个字不是作者随便写 它是有它的含义在的 所以在带到文章内容的时候 它就可以看到它第一个红竹 然后它发现它红竹 它自己在之前写的时候状态就有白烟 那白烟又象征着作者怎么了呢 所以这个就是有一个带领的迁移的作用 那包含为什么红竹是一对 那一对它又象征的是谁跟谁之间的感情呢 这样然后还有包含它的白烟 它是不是一个希望的熄灭呢 所以其实它们在白板上面 分组白板上面 它们就可以去透过之前的一个先辈之士 然后已经了解的状态 再去结合原来状态是可以写在文本里面的 并且用结合了因为爱情 因为两人之间的相知相惜 然后结合了物件来怎么出情这样子 所以就是对于比较程度低落的孩子的话 我们老师们要担任的角色就是 所谓的提问导读 那在提问导读的地方就变成是 老师指导学生先去阅读文本局部的段落 然后让他们去理解说原来这一段 然后把它的物件前面的形容词圈起来 那并且指定学生去完成表格 再来第二点的部分 就程度低落的孩子 他们其实非常着重在分组讨论 那我们分组讨论的地方就是 我们这边我这里有非常多的实力 从白板上面他们可以把题目去整理 那并且学生合作讨论之后 一起去找出最比较好的答案 并且去加分 那再来就是我会让学生有发表的机会 几乎他们每一次的讨论都可以贴在白板上面 那我们会避免掉用一些比较 就是让他们打起信心的字 我们会用鼓励代替惩罚 用非常鼓励的字眼说 这个好哦这个怎么样哦这样 然后来指定学生去讲 然后再去请他延伸下去 甚至我们在他们发表的过程当中 我就会特别的去讲说 哇你这边讲得很好 你要不要再继续延伸下去这样 然后也可以训练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 那最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 学生既然程度低落 那老师们的澄清回馈就很重要 所以就是当他们在学习单的书写的时候 书写过程中老师是一定会 就是走下去去看 然后并且去提供给他们一些提示 所以这个是要一直一直的 在每一堂课去呈现的这样